胃精、节能灯、方便面致癌 揭开谣言真相、关注真正的健康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胃精 节能灯、方便面等物品可能对健康有害 甚至致癌的说法 这些谣言让我们在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不免心生疑虑 但真相究竟如何? 是否真的存在一些我们未曾注意到的潜在风险? 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让我们来看看胃精 胃精的核心成分骨氨酸钠 是一种非必须氨基酸的钠岩形式 在我们体内,它不仅仅是食物调味剂 还扮演着重要的生物角色 比如作为神经地质传递信号 关于胃精加热会转化为有害物质的传言 其实并不准确 虽然骨氨酸钠在超过120摄氏度时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这种变化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胶骨氨酸钠就是所谓的变化产物 实际上对健康无害 此外 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都已将胃精变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这些权威机构的认可无疑是给胃精安全性最有力的背书 胃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1909年,日本科学家池田菊苗发现了骨氨酸钠能够增强食物的鲜味 并因此申请了专利 从那时起,胃精便成为全球厨房的调味小帮手 你可能会好奇胃精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胃精的生产过程是通过微生物发酵玉米 小麦等粮食原料来获取骨氨酸 再通过中和反应生成骨氨酸钠 这一过程自然且可持续 和我们想象中的化工产品完全不同 关于胃精是否会产生致癌物质的传言 科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不会 即便是在高温烹饪下 胃精也是相当稳定的 不会分解成有害的化学物质 所以不用再担心你炒菜时放了点胃精 会对健康造成什么危险 虽然胃精是安全的 但在使用时仍需注意适量 对于成年人来说 每天摄入的胃精量 见义不超过一到两克 在烹饪过程中 最好在菜肴即将出锅时加入胃精 这样能保持其鲜味 而不会因为长时间加热 而损失掉那美妙的鲜感 此外 胃精毕竟含有钠 所以使用时要适量减少盐的用量 以免摄入过多的钠 节能灯 节能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紧凑型盐光灯 科夫 是现代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照明工具 它们不仅节能环保 还能提供明亮的光线 不过有些朋友可能会听说 节能灯会产生紫外线 甚至担心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节能灯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它通过电流激发灯管内的拱蒸器 这些拱蒸器再发射出紫外线 然后紫外线激发涂在灯管内壁的阳光粉 最终发出我们看到的可见光 虽然这个过程会产生一些紫外线 但节能灯的设计通常会包含一个能够阻隔大部分紫外线的玻璃外壳 因此 它们发出的紫外线主要是长波紫外线 UVA 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较小 科学研究表明 节能灯的紫外线辐射在距离超过20到30厘米后会大幅减少 到了50厘米几乎就检测不到了 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我们不长时间近距离的靠近节能灯 它的紫外线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咱们平常在家里办公室里使用节能灯 基本不用担心紫外线的问题 当然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紫外线的暴露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 例如 选择双层外壳的节能灯 这样可以进一步阻隔紫外线 尽量保持与节能灯的适当距离 尤其是长时间工作或学习时 不要把节能灯放得太近 如果你或家人对紫外线特别敏感 或者患有光敏性皮肤病 那么可能使用传统的白赤灯或者LED灯会更为合适 LED灯已被证实释放最少的紫外线 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方便面也经常被误解为含有致癌物质 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 还是懒得做饭的学生党 方便面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拯救我们的饥饿 然而有关它的各种说法也层出不穷 尤其是关于方便面致癌的传言 更是让许多人心生疑虑 那么 方便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 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 方便面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农药多菌磷 多菌磷是一种用于防治植物病害的农药 和方便面根本不沾边 方便面的原料在加工前已经经过严格的清洗程序 确保不含有害的农药残留物 生产过程中方便面主要经过油炸和脱水处理 这两个过程不仅赋予了它独特的口感 还能有效杀死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包括真菌 这就杜绝了真菌繁殖和产生毒素的可能性 虽然方便面的营养价值有限 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但它本身并不含有致癌物质 方便面中使用的添加剂 如防腐剂、色素和调味剂 都是经过国家食品安全机构批准的 并且都在安全的使用剂量范围内 所以关于方便面含有致癌物的说法 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方便面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我们都知道方便面中可能含有的反式脂肪和高纳含量 是健康的隐患 反式脂肪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关 而高纳摄入量则可能导致高血压等健康问题 因此在享受方便面美味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摄入 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日常饮食的主要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致癌物质呢? 让我们来看看那些真正需要注意的致癌物质 黄曲霉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常常存在于发霉的食物中 特别是不当储存的痘类和骨类中 这种毒素对肝脏有着极大的破坏性 并且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 因此为了我们的健康 务必确保食品的存储条件良好 避免食用没变的食物 乙权是酒精代谢的产物 也是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致癌物质 喝酒时身体会将酒精转化为乙权 这种物质可以直接导致基因突变和细胞死亡 增加癌变的风险 虽然偶尔的小酌无伤大雅 但过度饮酒无疑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亚销案 这种物质主要存在于腌制食品和隔夜蔬菜中 它能够引发基因突变是国际公认的致癌物 虽然泡菜咸鱼这些美味让人难以抗拒 但还是要控制摄入量 平时也尽量避免食用隔夜的蔬菜 还有一种不得不提的致癌物是本病皮 喜欢吃烧烤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 这种物质常见于烧烤食物中 尤其是那些被烤的焦黑的部分 本病皮能够损害DNA并干扰蛋白质的合成 其致癌作用非常强 所以尽量减少食用这些焦黑的烤肉 还是很有必要的 要说到保护我们的健康 预防真的是重中之重 毕竟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从而远离疾病的困扰 饮食是关键 多吃富含抗氧化剂和抗炎成分的食物 对身体大有弊异 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 对抗体内的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可是导致细胞损伤和疾病的坏家伙 而抗炎食物则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体内的炎症反应 对预防慢性病有很大的帮助 每天吃点新鲜的水果蔬菜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富含维生素C的橙子 富含胡萝卜素的胡萝卜 还有富含多酚的蓝莓 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帮手 不仅如此 时不时来点坚果也是不错的选择 坚果不仅美味 还富含健康的脂肪 蛋白质和纤维 像杏仁、核桃和开心果 这些小小的坚果都是营养的大户 适量摄入坚果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心脏健康 降低胆固醇水平 坚果虽然好吃 但也要适量 毕竟热量不低哦 除了饮食 适度的运动同样不可忽视 每周几次的适度锻炼 不仅能让我们保持好身材 还能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你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游泳或者瑜伽 不需要太激烈 关键是要坚持 运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还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减轻压力 运动也是一种 让我们与朋友和家人 一起享受美好时光的好机会 再来说说生活习惯 远离烟草是预防疾病的重要一环 吸烟不仅会损害我们的肺部健康 还会增加多种癌症的风险 对那些还在吸烟的朋友 我的建议是尽早戒烟 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如果你身边有吸烟的人 也要尽量避免被动吸烟 这同样对健康有害 总的来说 胃经、节能灯和方便面 在网络上被炒作为致癌物质的说法 并没有科学依据 相反 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 已被科学证实的致癌因素 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能够用科学的眼光看待问题 做出明智的健康选择 也可能能够用科学的封面 可是一部烟长 详文字ere